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商人 有着人蛇之母的称号 她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死后却有百辆豪车为其送行 这个女人不仅拥有多重身份 还从事着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她竟然是依靠偷渡白手起家 被走私集团称为偷渡皇后 从嫌妻良母变成华裔女商人 最后被美国警方进行全球通缉 那么这个华裔女商人叫什么名字 她是如何走上走私这条道路的 由为何会成为老美的通缉犯 为什么死后会得到如此高的待遇呢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 一起了解这背后的秘密 大家长按屏幕会触发特效 你的点赞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郑翠平 他出生的这一年比较特殊 1949年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此时的新中国刚成立不久 社会的各个行业都处于起步阶段 而郑翠平的老家 在我国福州市下的一个小村庄 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部 他与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相连 是我国重要的出海口 郑翠平家乡的村民们 主要靠农作和出海捕鱼为生 小的时候他非常的懂事 经常去农田里帮父母农作 和其他同龄的孩子相比 郑翠平不仅懂事 而且做事效率高 很多事情他看一遍就熟练的掌握了 郑翠平的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 决定跟随下海经商的大流 全家人告别了自己的家乡 来到一个充满希望的香港 时间来到1973年 父亲在香港开了一家百货商店 以此作为维持家庭经济条件的基础 郑翠平在店里面帮忙打理生意 这时他经商的天赋被发掘出来 每当顾客来到商店时 郑翠平总是礼貌性的问好 无论客人拿起哪一种东西时 郑翠平总是在一旁耐心的讲解 不管客户买不买这个东西 他总是把商品的用途和优点告诉顾客 在这样的服务下 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随后郑翠平在深圳投资了一架服装工厂 郑翠平认为社会是在进步的 人民追求的审美的步伐不会停止不前 在服装行业进行创新一定会很有前景 如果按照正常人的想法的话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只要打理好自己店铺的生意 收入也会变得越来越多 但在郑翠平心中始终有个念头 那就是自己一定要去美国 看到这里许多人会问 放着香港一帆风顺的生意不做 为什么郑翠平一直要去美国呢 这完全就是美国的障眼法 随着美国西部淘金计划的开始 有许多中国人选择去矿场干活 美国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放出消息吸引众多中国人前去 对于有生意头脑的郑翠平来说 他执意要去美国并不是为了淘金 他真正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机会 让自己的资金可以更上一层楼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郑翠平一人 他的丈夫也非常向往美国 曾跟随运货的商船偷渡到美国 在经历两年东躲西藏的生活后 他的丈夫还是被美国当局发现 最后被拘捕并遣返回香港 虽然丈夫这次偷渡失败了 但是也给郑翠平提供了经验教训 如果想在美国长期的发展下去 必须通过合法的方式进入美国 郑翠平为了顺利的进入美国境内 早早的就开始做准备 黄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等到了机会 时间来到1981年6月 郑翠平迎来了他人生的贵人 有一对美国老夫妇到香港旅游 在路过郑翠平经营商店时 这对老夫妇进去购物消费 看到是美国人的郑翠平 连忙和两位老人闲聊起来 两位老人给他讲了美国的许多风土人情 这让本就向往美国的郑翠平 更加坚定了自己去往美国的信念 三个人在经过融洽的交流后 两位老人知道 眼前这个女人是一个对美国十分热爱的人 郑翠平抓住机会当即立断 做出了一个震惊老夫妇的决定 他向美国老夫妇提出这样的请求 我以您家保姆的身份去往美国 希望你们可以帮助我 老夫妇看着郑翠平那期待的眼神 最终答应把她带去美国 来到美国的郑翠平并没有真的成为一个保姆 然而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 此时的郑翠平根本没有发财的机会 因为她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语言的不同 但是有一个地方让她可以吃得开 那就是美国的华人街 这里聚集了许多的华人 脑子灵活的郑翠平没过多久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并且正式开始自己的发财之路 而她口中的生意其实是帮助福州人偷渡到美国 身在美国的郑翠平和偷渡船里应外合 把偷渡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 为了稳住这条发财之路 她还为偷渡生意立下了规矩 每次偷渡的人数不得超过10人 偷渡者必须在美国有介绍人 每个人偷渡需要支付18000美元的费用 谁都经不起财富的诱惑 找郑翠平偷渡的人越来越多 好几个村子的人都走光了 这些偷渡者在美国打工赚钱 但是一个问题也暴露了出来 这些人赚来的钱都是美元 而我们国家用的人民币 所以在给家里寄钱方面困难重重 这时郑翠平在里面看到了商机 他利用自己这些年积累的人脉 可以让人民币和美元自由兑换 这个生意让他赚的盆满钵满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 郑翠平的野心也在不断的变大 为了自己的偷渡计划规模最大 他开始和黑帮进行合作 郑翠平负责拉拢那些需要偷渡的人 而黑帮的责任是来回的接送 随着偷渡数量的上涨 偷渡费用也开始水涨船高 从当初的1.8万美元 慢慢一涨到了3.5万美元 民间有句古语这样说道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就在郑翠平站在人生的顶峰时 轰动世界的百人跳海事件 一下把郑翠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他在一次偷渡计划中遇到了麻烦 这次偷渡的人数有300人 当船行驶到一个岛时发生意外 偷渡船和300多人都被搁浅在了荒芜人烟的小岛上 得知情况的郑翠平找到了台湾的偷渡帮派 希望他们可以派船前去营救 但是黑帮并没有重视对这件事 只是派出一艘秀气斑斑的小商船 当被困的偷渡者看到这艘破船时都在怀疑这船能否经受海浪的拍打 可是他们也别无选择纷纷上船 在经过长时间的跋涉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美国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时 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由于船体破败不堪 无法安装楼梯 这些偷渡者只能从船上往海里跳 大规模的跳海事件立马引起了美国警方的注意 很多不会游泳的人当场溺亡 当时间来到1998年时 郑翠平的偷渡船在海里 发生侧翻有14人当场溺亡 生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事 让美国警方对其进行抓捕 在全球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 但是郑翠平凭借准备的假护照 依旧穿梭在美国和香港之间 到了2000年的时候 香港警方在机场抓获郑翠平 刚开对其进行了两年的监禁 随后贝勒引渡回了美国 五年之后纽约法院开庭审判 在众多证据和污点证人的指控下 郑翠平被判除35年的监禁 当福建老家的居民知道他的结局后 都说自己愿意代替郑翠平服刑 在度过漫长的监狱生活后 郑翠平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 到了2014年4月24日的时候 郑翠平因癌症在狱中去世 他的孩子为其准备了数百辆林肯轿车送行 还有上千人自发前来为其送行 在这些偷渡者看来 郑翠平并不是一个全球通缉犯 而是一个伟大的舌头皇后 是郑翠平的偷渡计划 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好了 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此事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击投降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声